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從今天開始以後 我是在我這邊施工的玻璃盾 那 在我講之前的玻璃盾 今天是講的玻璃盾 未來的玻璃盾 先看一下影片 今天不會講其他 那我先看一下影片 成功 開始確認上下的玻璃鍍膜 它是用在你耍眼的 那跟既往的玻璃鍍膜 跟你們認知的玻璃鍍膜 有什麼關係 先講個重點 玻璃鍍膜我們要的就是耐久膜 那我們要首先先找到 取獲它的耐久膜 本身很久的原因 幾個 第一個它會遇到 科技當中有什麼樣的雜質 一樣酸減脂的東西 它一樣會被遇到耐久 它一樣會遇到藥水 所有的雜質 石灰水大概會被遇到 所有的雜質不外乎就是兩個東西 酸與脂 這一部分解決了 就這麼簡單解決了 不用疑惑 因為一台一台舌頭 接下來會再拿到上位 那第二個重點 玻璃鍍膜膜比車身膜膜 還要更著重一個重點 所以它需要抗爛 這是車身來講 是不存在的東西 因為車身來講 就算你一個禮拜洗一次 都不會像玻璃鍍膜 雨刷開這麼久 需要這麼耐久 那這支玻璃鍍膜 是兩個效果 坐上去 會一直存在的重點 要講耐久 就是要放給車子距離 放棄地去洗 你噴到什麼 你很活 雨圈 非常自然 洗車一定都會用到藥水 你就噴 你就用 所以我這支玻璃鍍膜 跟往常的玻璃鍍膜 跟你們以前認測的玻璃鍍 最大規量的是 沒有不能用的藥水 洗車是該怎麼洗 就怎麼洗 噴鐵膜就噴鐵膜 以前沒有這一支 在我手上做出去的 我女朋友 大致上會成一人上香 那有一些特別的部分 建立我村上一人半 沒關係 那很討厭 但是這一支 我直接跟大家講 就是兩種 在我手上做我 在我手上做我 我不是賣藥水 所以我影片剛剛給大家看 是包含 給你們看些許的一些作品 些許過程 所以我賣的 如果說真的不在賣藥水 不在賣的絕對不會是傷 不在賣的是氣氛 因為是做你沒做好 我把藥水丟給你 就沒有用 你不會投球 我給你一顆四棒賽 我規範的最頂級的棒球 拿給你下一屆 也不會選你去當投球 所以這個東西 它是相處相存的 好的藥水 你要配一個好的石頭 才會有一個好的最後的 儲存 那 那 這支玻璃霧膜 兩年效型 做完一定可以撐兩年 不怕任何藥水 然後跟既往的玻璃霧膜做起來 有所大不同 坊間玻璃霧膜廠商做完 都會跟你們講 盡量不要 在你的乳刷精裡面放 一些清潔藥劑 現在就是不要放一些乳刷水 只要你放一些自來水 我的這支玻璃霧膜 隨便你放 市面上任何一個品牌 清潔玻璃的乳刷水 你可以放 你也可以去放 含溫滑成分的乳刷水 因為有些人 車型的乳刷水會掉很大 然後記住一個重點 這部影片到現在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講說 我這個玻璃霧膜做完 是幫你緊急的乳刷 所以這支玻璃霧膜做完以後 你的乳刷會怎樣 該跳的還是會跳 不會跳的還是不會跳 我這個玻璃霧膜設計 不是拿來給你做乳刷的 乳刷跳動的問題 那接下來就是 從這一刻開始 這全部都是這個玻璃霧膜 就這麼簡單 那測試也測試完了 現在就是開始走 所以如果乳刷有跳動的問題 你應該要力求 乳刷會跳動的一些藥氣 或是乳刷膠條 市面上現在有兩種解決方式 第一個 你去換 它號稱不會跳動的乳刷 例如PIA PIA 你是歐歸車 你就去換PIA 那當然還有很多牌子 我不是說PIA特別好 PIA很貴喔 你們自己去找 如果是日系品牌 你的車型 既然會遇到跳動的 很少見 你就換NWP 非常便宜又好用 那這個是我推薦給大家 那有一些乳刷水裡面 是蠻有滑劑的 以前不能加嘛 現在可以加 反正我做出去的玻璃霧膜 任何的藥水都可以加 玻璃藥水 任何的清潔藥物都可以洗 兩年 OK 就這麼簡單 我已經拿到… 那你拿到這個… 你拿到這個… 那你拿到…